这次我们有公司专访 请来智库产业信托行政总裁 邵耀Jacina在我们身边 跟我们谈谈公司上周 刚公布的业绩 和本港商场的消费市道 Hello,Jacina,你好 Carlo,你好 你好 上周公司刚公布了全年业绩 不过在谈业绩之前 相信很多观众和我自己都很关心 就是说香港卖向服尚 上周就没有了口罩令 到今周刚好就一个星期 看到街上 商场的人都多了 不论是我们市民还是游客都增加了 不如Jacina和我们分享一下 智库旗下的商场 过去一个星期 是不是都看到市道明显旺了很多 其实我想由今年年初开始 和内地通关之后 其实市道已经好很多了 尤其是2月份全面通关了 很多可能检测或者隔离的措施都没有了 其实看到尤其是旺区 或者是一些近边境的一些商场 都是比较旺的 如果看回我们自己的智库产信托 嘉湖天水围的一个商场 其实看到人流都明显增加 市道方面 我想尤其是没有口罩令 连一些可能餐饮 或者可能鸡鱼蛋 鸡鱼蛋出来的市民也多了 对于我们这类商场 都是有个好处 可以让我们分享一些数据 有没有数据呢 例如零售销售 比口罩令取消前增长了多少 有没有看到哪一类的客户特别受欢迎 会否可能 女士要多化妆 又会多买化妆品 如果你说看回我们自己的彩立的一些数据 看回头那两个月 甚至来到三月 看到无论在人流方面 人流其实我们头那两个月 都有一个大约17%的增长 而时租的停车场 很多人开车来商场 头那两个月 那个收入比起去年 都是升了三成的 看到市民都多些愿意出街 你说个月行业来说 看到很明显是一些化妆品 或者一些药房 都特别受欢迎 可能一些个人护理 那些都是做得很好 我们期望可能未来下半年 也可以整体其他行业 都开始慢慢地复苏 好 希望市道就越来越好 快点翻发疫情前 甚至是好过疫情之前 谈回公司 上星期最新出路的业绩 港元收入就跌大约2% 去到17.6400万 至于可分派收入 就有8.77.7亿 跌1.1 去年的可分派收入的倒退幅度 其实都有双位数在 除了受到疫情的负面影响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影响呢 其实2022年来说 对于零售业主 都是比较艰辛的一年 尤其是上半年来说 因为有第五波疫情 我们都和租户都希望 大家都可以同手共振 所以都在上半年推出了 不同的一些支援的措施 当中也都包括了一些租金 宽便 在下半年其实 这些租金宽便已经免除了 因为看到可能社交距离 又放宽了 而且我们本身那些租户 也都做好一点 很多可能强制做一些关门 或者不能开的一些商户 也都陆继续开了 所以如果我们看下半年来说 比起上半年的租金收入 其实都升了大约3% 我想你说那个可分派收入 除了因为市道不好之外 下半年来说因为金融市场 都开始收紧 联储国亦都加息了很不少 所以利息的成本 亦都令到我们的业势下跌 虽然是这样说 但似乎产业信托一直都是 比较一个谨慎 一个保守的一个财务的管理 我们都对冲了大约6成2的债务 做一个定期 所以其实 虽然利息有波动 但对我们的业势影响 都是有一个充满在那里 如果测回上下半年来看 其实说下半年的收入 都已经是否有些开始 有改善的迹象在那里呢 而香港踏入复偿的话 今年是否都有网友 反过强劲反弹 其实我们看到 由2022年的下半年开始 到慢慢有复数 但我们看到可能不同的行业 可能复数的步伐 都未必是一致的 如果你说看回 自负差业信托这些 屋邨商场来说 我们看到可能一些民生 或者一些必需品 可能它复数的步伐 就比较快一些 有个别的一些租药 或者个别的商户 其实由2022年的下半年开始 我们都会录得一些 可能逐租的时候 一些持平 或者一些加租的情况 希望这件事都可以 持续在2023年 至于可能一些 一般的零售 或者其他类型的一些 餐饮 比如中式酒楼那些 其实因为去年 可能很大部分时间 都是因为那个 社交距离 或者一张桌 不可以多过多少人呢 都是业务上有些影响的 我们期望今年的上半年 它们慢慢复苏 希望下半年 连这些行业 都有一个正面的增长 对于租金方面 整体来说 其实下半年的表现 都是乐观一些 有望可以保持到 势力可以做得好一些 其实下半年 有几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 就是因为其实如果我们想起 这些租赁很多时候 都是三年前签的 2020年上半年的时候 其实疫情刚刚开始了 变成其实都真的到 差不多可能四五月开始 才可能政府才开始推出一些 社交距离措施 就是多一些防疫的政策 变成2020年的下半年开始 其实零售市道或者租金 都开始有一个 比较明显的下行的迹象 所以如果看回今年的下半年 刚刚好三年之后 到时那些租赁可能 都是一个低一点的基数 所以我们觉得增长的机会大一点 二来就是 刚才说过 因为可能不同行业的 复数步伐有些不同 希望到下半年 多些游客 或者因为香港 可能政府都推出过 Hello Hong Kong 再加上消费券的提振作用 希望下半年的零售市道 和租金都做得更好一点 对 我们看下半年 会否真的可以做得更好一点 记得去年赵小姐上来节目的时候 刚刚被公布了 就收购新加坡的商场 今次业绩都有提到的 出租率100% 当地业务的最新情况 又是怎样呢 可否和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我们上年的9月份 就完成了高民之星 一个新加坡的 一个零售物业的收购 也是我们第一次 进军海外的收购 其实那个业务表现 都比较理想的 一直以来出租率 都是为了100% 它其实不是一个很大的商场 但是和我们本身的商场 都是比较类似的 都是一个大型屋苑底下 都是做一些民生的 一些消费品的一些行业 因为其实新加坡比起香港 早点是reopen 早点是通关 看到其实上年来说 新加坡的零售市都做得很好 我们买完回来 一路逐租 那些租金都是有一个正增长 今年来说 这个高民之星 就会有一个全年的收入贡献 与其也可以带动到 我们的收入的增长 经过大半年 和经营香港商场比较起来 你觉得最大的分别和挑战 又是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 我们觉得各有各优势 其实两地的良性竞争 也可以令到大家 继续做得好一点 蓬勃一点 香港为例 由年初开始就全面通关 无论和内地也好和世界也好 加上国家大湾区那些 和香港的一个融合 我们觉得未来的机遇 都是非常之好 而本港也是一个独特的优势 有没有一些 可能互补可以互相学习的地方 可能香港的商场也可以借镜一下 其实我想那些性质会有少少不同 但是其实你说 因为可能大家都是 无论法律或者规管的框架 都是几相似的 所以变成我们在那边 营运的时候 也都是比较容易一些 加上我们没有公司 其实总部都是在新加坡 我们对当地的市场都是非常熟悉 所以我们觉得 可能除了香港之外 在外地有些其他物业 也都可以增加到我们整个物业组合的一个人性 可能收入变得更加多元化 对股东来说长远都是好的 去年就收割了这个新加坡项目 今年又有没有其他拼救计划 其实拼救都是 照顾产业信托一个增长策略 一个比较大的增长策略之一 除了你说香港 我们会专注在香港之外 新加坡我们做过收购 会继续研究 另外其实几年前开始 都在内地一线的城市 都在看着一些物业 现在当然通道关之后 也都大大便利了我们的 去做调研的工作 接下来我们都看好大湾区 除了有国家政策之外 因为大湾区的人口比较庞大一些 和香港有类类类类的一些便利措施 相信那里的增长 还有那里的购买力也是不容忽视的 除了并救之外 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智库未来的发展计划重点是什么呢 例如翻新商场目标 还有预计投资金額又会多少呢 其实现在智库参信托 就在做一个最大型的装修 在天税为家湖的二期那里 其实一期那里就几年前做完 投资回报都比较理想 都是一个双位数 现在一直都是由2021年开始 一直都是在分阶段进行 我们二期的一个资产增益措施 预计就是用大约3亿元左右 分阶段完成 其实第一期在2022年的7月份 已经完成了 有些全新的面貌 也有些可能是之前没有的一些商户 例如健身中心 一些咖啡室 一些休闲的一些商户都进入了 我们暂时来说 对于装修的进度都比较满意 这个装修预期就是在2024年 就是明年的上半年完成的 到时就可以整个家湖都提升了 因为天税为都是 北部都区一个重要的板块 我们都希望作好准备 可以迎来这个机遇 好 最后 以往好像会问到的 但因为今年 蓝手防托领先世纪公股事件后 相信今年业势期 有不少记者都有问过 Jasina 你们有没有提到这个融资计划 其实我们暂时就没有一个公股 或者在股票市场融资的一个计划 因为我们看回我们自己本身的财务表现 其实负债比率是23.9% 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水平 而我们的interest coverage 利息上还的亦都是差不多4.8倍 同行来说都是算比较高的 所以暂时来说 暂时没有需要在股票市场那里再集资 明白了 对于公司现在的负债水平 其实是不是都相对地叫做满意呢 其实我们现在的负债比率就是23.9% 证监会的上限就是50% 当中其实那个借贷空间都有超过200亿 所以如果你说有一些可能我们对 或者有兴趣收集的项目 可能暂时来说 我们都可能率先会考虑举债 来做一个融资 好 我们又很快回到商场市场那里 有和Jasina谈谈 接下来也有不少节日 可能复活节等等都来着 加上有消费券出炉 Jasina你觉得 接下来有没有一些商场的重点计划 或者是优惠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说一下怎么去谷下人流 或者是哪些地区会是你们的主力重点呢 其实消费券对我们来说 都是有一个提振作用 可能4月份已经开始派了 刚刚亦都预阵復活节 商场都现在在筹备一连串的优惠 当中包括一些现金券 一些礼品的换领 一些可能是最高消费上等等 都希望可以吸引到多些的本地居民 或者本地的市民来支付摩斯 是用他们的消费券的 好 有没有说受着消费券大动呢 期望增长了多少人流 消费市道 零售销售的那方面 有没有有目标可以给大家 其实你说我们自己就希望越多越好 但是如果你说看回过往来说 譬如你说去年2022年第一次派5000元的时候 整体那个零售 香港那个零售销售总额 就升了大约20% 但是我们看回我们自己的商场的表现 其实都升了三成以上 希望今年都可以继续可以 起码可以贴回市场的那个胜费